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各位听众子们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人生频道 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那么我现在正在讲一个系列 讲一系列 这个系列的叫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希望你喜欢 那么我为什么讲圣经到底要讲的什么呢 因为圣经博大精深 然后也非常的厚 然后读了一遍以后 然后你可能也没有把握住 到底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因为旧约里 他写的时候有两千多年 新约写的时候也是两千来年 那么神要使用他拣选的选民 先知们来把这圣经来完成 跨越这么多的时间文化 所以理解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还有我们生活的一个现代社会当中 那么这个现代社会如何 把圣经的道理根据我们现代社会的情况 应用到我们生物当中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这么多年了 你可以看到关于圣经的著作书籍特别的多 广圣经本身都翻译成两千多种文字 那么有那么多的圣经的学者 那么多的牧师都在写资料 讲道的讲纲 但是呢 能不能更短的时间里 然后把圣经最核心的内容 它的概要 它的真理 它的精华 概括出来 应用到我们生活中 我就花几个小时 甚至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 我就听了以后 我就知道圣经讲的什么 那么呢 我结合我的生活 那么就可以用 成为我的祝福 是吧 我想能打到这么个效果 那么我一直有个神 对我有感动 圣灵启示我 我要在这个 把我过去的这个资历 不是买弄自己的资历的 那么神这么多年装备我 在日本获得这个 医学哲学博士 然后呢 那么在北京大学 又做了这个副教授 授博物联路导师 那么在多伦大大学 做的高级科学家 在学术上 也可以说是相当用成就 那么呢 神后来 他拣选我 成为他的儿女 那么又能够 这个成为 他最终成为他的仆人 那么在宣导会呢 也给我按了目 是吧 那么呢 神我想呢 他要好好使用我 那么我叫寻找就寻见 所以呢 我就祷告神 那么我要做点什么 所以呢 这其中啊 要完成一个重要的 这个 你说著作也好 一个这个 这个视频的 这个 一套视频也好 那么五十甲 要讲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希望呢 你能够支持这个频道 支持这个系列 广传 是吧 不能说我讲了以后 就放在那里呢 OK 让他死着 不能称为 四海骨圈 是吧 对不对 很多年才挖出来 太久远 现在人类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这个 人造的制度和体制 正在瓦解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要反过来 回过头来 寻找 这个神 圣经到底我们讲什么 我们出了这么大问题 是吧 如果不能反思反省 是吧 我们就 无法向神交代 好不好 对不对 那么 那你说王老师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是吧 我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几个 我前面讲的题目 你大概 你就 可以了解 我在这个五十甲里 到底 神使用我 能够告诉你 圣经到底讲 是吧 比如说 第一讲 他说树里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他告诉我们的 要认识人的本源和的特质 这是第二讲 第三讲 要理解神 神父人权的道理 这个真理 对不对 当然 后面我们会 还有很多其他的 对不对 那么 这些呢 是我们通过现代人 现代社会的角度 来理解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好不好 那么 我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一般的 就是前和后啊 讲 讲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不做祷告的 那么希望你呢 在这个以前呢 先做好祷告 求神引领我们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前面呢 在第39讲 讲的是 人应该全心全意的爱神 OK 第40讲 讲的是爱人如己 你猜一猜 我第41讲干什么了 OK 那么呢 叫代人如己 对不对 代人如己 那么呢 我们人呀 有一个天性 一个对自己 一般来讲 都比较至爱 不高虚的 不高价的 踏踏实实的 很认真 很多人 我跟你说 也有人不知道 爱心自己的 这个吸毒 然后呢 这个糟蹋自己的名声 这个对 然后偷了抢了这个 干这个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是爱人的 这是爱自己的 还有一个呢 那么 等我们人生的时候 我们人生啊 一个是 为人处事 OK 那么做人做事 为人处事 做人做事 那么 在我们这个 为人处事 做人做事的时候 做人做事的时候 我们要给别人打交道 OK 那么给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个 什么样的态度 OK 那么这个态度 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 来定 OK 对不对 那么个态度 你说我对待别人的时候 很和善 很好啊 是吧 那么我待别人的时候 很亲切 很好啊 OK 我待别人的时候 很有热情 很好啊 是吧 都很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大部分人呢 等这个对待别人的时候 对待别人态度是什么呢 那么在圣经里 也是我们现在 作为做人的一个普遍的 永恒的法则 待人如己 OK 待人如己 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要 你要 也要 尽力 去 怎么样 去对待别人 我们都希望别人 对我们好 你想一想 你有没有对别人好 OK 那么我们都希望别人 是吧 对我们亲切 我们有没有对别人亲切 对吧 对别人亲切 这就是 待人如己的道理 待人如己的道理 对吧 那么 这是从一个个人 那么我们现在 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 和我们组建了一个家庭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 夫妻之间 对不对 那有的是丈夫 觉得自己的太太 对自己太刻薄 OK 有的是妻子 觉得丈夫太粗鲁 太粗鲁 那也有的 其他各方面呢 对不对 那么作为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是吧 都会涉及到一些事情 都会涉及到一些事情 那么上面呢 是一个社区 对另一个社区 OK 有的是国家对国家 是吧 比如说 印度和中国 对不对 那个中国呢 这个西藏 那个水源 中国是控制了上面 上游的水源 那印度呢 下面呢 新德里之类的 各方面的水呢 是从上游来的 如果中国把这个建了大坝 然后把这个水砍断了以后 那么印度可能就没水喝 你懂那道理吧 那么在长江上修大坝也是一样 修大坝也一样 那么在三峡给修了 那么修了以后怎么样 那个重庆 那个气候各方面发生变化 OK 那个对待啊 OK 所以说这个待人如己啊 他不仅仅限于我们个人的层面 也是在这个夫妻之间家庭的层面 上升到社区的层面 是吧 国家民族的层面 这个国家民族 那么现在呢 在过去的时候啊 有美苏的冷战 是吧 那么美苏冷战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两大阵营 北约去华约 是吧 那这个北约华约的时候 对不对 就长生过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六六零年 是五九年上 就是发生了个古巴导弹危机啊 对 那么当年就是苏联 就把这个导弹 核导弹运到古巴了 是吧 所以美国不饶他 OK 产生了古巴导弹 差一点发生核大战 那么当时苏联对待美国的时候 就是把核导弹放到一个后院 那么现在那个 那么如果说美国把核导弹 翻到苏联的后院会怎么样 对不对 这就不是待人如己的问题了 OK 所以现在呢 圣经教导我们啊 叫待人如己 如果你不想把这个核导弹 放到你的后院的话 你也不要让别人 你也不要给别人放核导弹去 那么这就是待人如己 你要能够做到待人如己的话 就可以幻解这个危机 那待人如己的话 我们之间的关系都好处 那么我们看看圣经啊 他讲这个道理说 他怎么给我们讲呢 待人如己 他有几处经文 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卢家福音 如果圣经都在旁边了 你可以打开啊 这个圣经啊 第六章三十一节 第六章三十一节 OK 看到吗 他说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对不对 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 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是一个永不迫的 永恒的法则 对不对 你们心里想 别人怎么待你 我们大部分人 都希望别人对我们好 对我们这个亲切 是吧 对我们这个 高看一眼 高看一眼 而不是瞧不起我们 是吧 对不对 对我们不要这个骄傲 是吧 不要骄傲 不要粗鲁 对吧 不要粗鲁 对不对 善待 嗯 所以呢 你要怎样待人 这时候没有怎样待人 那么在这个卢家福音啊 第六章 第三十五节 他就说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 就是并且借给人 不指望着还 你们的赏资就大了 你们也要做至高神的儿子 因为他愿待那恩怨的人和作恶的人 对不对 我们要待人如己啊 是吧 那么呢 在圣经里要求更高一个层次了 是吧 他说什么呢 你要借给别人 不指望着还 我今天拿出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啊 这部分呢 想跟你分享一个意思 一个特殊意思 我们常常啊 就是说 待人如己的时候 我这样对你好了 我跟你好了一次 两次三次 是吧 我还指望着你以后 现在你没机会报答我 以后你会报答我 一旦对方不这么报答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忐忑不安 就纠结 你对不起我 你懂了吧 那么这种事情呢 成为一种负担 OK 也成为我们之间 彼此关系不和谐 记仇一个原因 我华人呢 常常这么分析这个问题 你看看谁 过去他怎么对你呢 是吧 然后呢 你看看他这样 他现在反过来 反正咬你一口 这个呢 是不对的 我们有知恩图报 是吧 可是呢 作为我们带人如己 行出圣经里这句话来 叫把我们将来讲这个道理来 那么呢 我们不指望对方给我们 OK 不叫不希望能偿还 那可能做这个事的 也可能是父母 也可能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如果你抱有一个心态 不指望他偿还的时候 OK 对不对 那你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是吧 这就好说一点 那我前一段时间 都碰到一个人 对不对 哎呀 他说我那个 我过去对他多好 是吧 我对他多好 我现在 他竟然对我这样子 竟然对我这样子 是吧 就觉得不好了吗 是吧 所以他很不乐 很不高兴 是吧 所以说带人如己 我们要这个真的要把它行出来 OK 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也有同样的技术 圣经教导 这个 他说 他讲什么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 人怎样对你们 怎样对 怎样带你们 因为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那么这个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他后面加的这几个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 很重要 OK 这圣经到底要讲这个道什么 他就告诉你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律法在犹太人心里 是至高的 至高的 律法是神赐给他们的 话语 神赐给他们的 这个规章制度 条例 典章 用文字写下来 这叫律法 OK 那么先知是神 让他们通过圣灵 让他们来说话的 把神的话说出来 OK 叫律法也好 宣知也好 这个道理 这就是待人如己 不要小看这个待人如己 虽然没有像爱人如己 它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 也没有像这个 尽心尽心 爱主你的神 成为总纲 但是呢 这是其中道理的 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圣经讲的这个 他到底讲这个道理 人跟人相处的时候 就在这个人的这个层面 他要为人处事 就要待人如己 那么这个呢 和我们中国人 这个孔孟之道讲的那个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个是负面的 从负面上说 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我不想你限制我的自由 你不想别人限制你的自由 你也不要限制别人的自由 是吧 对 那么我不想你骂我 你别让别人骂你 是吧 对不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 讲的人性的一个 基本的平等对待 这个平等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 那么这里讲什么呢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 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带我们 我们要怎样去尽力去做 去相待别人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要把它做出来 行出来的话 我想呢 会对你这个处理好 各种各样的关系 非常有帮助 是吧 那么现在遇到很多这个 夫妻家里 这个争吵 还有呢 这个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 上下一期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还有这个 涉及到各个社会层面的 有的国家 这个独裁 那么就把这个权力 都拢到自己这来 我让你干什么 都干什么 不让你干什么 就是你想一想 假设别人限制你 这样限制你的话 你会怎么样 那么应该最大限度的 给人 这个 给人这个自由 那么呢 这个当然这个自由 也是在神里面的自由 好不好 那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在这个爱人如 爱神 爱人如己的基础上 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待人如己的道理 希望你喜欢 给你家人分享 给你分享 朋友们新分享 发展你的群里 然后呢 这个 点赞 OK 然后希望订阅本频道 然后呢 然后我们一共同来传福音 然后呢 这个 谢谢你的支持 好不好 OK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